大家晚上好 我要跟大家直播 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沉重 话不多说 先看一段影片30秒 是台湾所制作的影片 在YouTube里 我好想搞个长大 才能勇气大叔说话 好希望妈妈可以抱抱我 你可不可以多看我一眼 帮我打个电话 让我可以开开心心长大 我年纪还小 不知道怎么做 可是你应该知道啊 让我们请努力 以实际心统终止而上顺面 非常具有教育育育的一段宣传短片 只有30秒钟 所说的 所说的 对方可能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亲生父亲 可能是叔叔阿姨 可能是保姆 甚至可能是学校的老师 是陌生人 这孩子 刚才看到影片的那个孩子 他小 没有人 可以帮助他 所以他呼求 帮助 或许他忍受不了 他能够发出求救的声音 他忍受不了 他可以 打电话 甚至 那问题是在哪里呢 问题是周遭的人 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事情发生 问题是他的亲戚朋友 有没有看到这个孩子 已经是 不一样了 这孩子 是不是满身伤痕 这个孩子 是不是脸白纯青 这个孩子 是不是很不开心 很痛苦 周遭的人 可以是谁呢 亲戚朋友刚才说的 或许是邻居 或许是 菜市场的 或许是KTV里面的那些资源 或许是路边路过的人 或许是运奖 在这样的 乘客当中 发现孩子 似乎受孽了 每一个人 如果都能够警觉 注意孩子 关注孩子 包括学校的老师 包括校长 包括那些亲戚朋友 或许知道这个小朋友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看到 包括那些离异的 父母 为什么自己的孩子 这么久没有出现 包括所有是人的 你只要 一通电话 113 在新加坡是999 都可以 只要一通电话 你是拯救一条生命 这几天我知道台湾 飞飞扬扬的都在 讲这件事情 你们讲的都没错 你们生气的都有理由 因为这件事真的是 惨无人道 看到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 比刚才那个影片的还小 他完全不知道 这个人间的世界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生出来 我要喝 我要吃 我就要被打 我哭我就要被打 我被打我哭 难道我被打我会笑吗 我真的不能够理解 昨天晚上 我有谈到苦难的儿童 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看了这段影片 叙利亚孩子的苦难 他们在苦 在受难 都是在爸爸的保护之下 在妈妈的保护之下 在受难的过程 在逃亡的过程 他们还是有父母 对他们的疼爱 虽然他们溺斃了 倒在海滩上 但是 他们知道父母 已经尽力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 真的有病 很严重的病 因为你们的报答 非常清楚 我不知道我的国家里面 是否有这样 恐怖的 虐待儿童的事情 我们现在不是来追究责任 应该要 是的 没有错的 应该怎样的刑罚 他们要死刑也好 要终身渐渐也好 要编刑也好 对这些 虐待孩子的 这些 罪回过手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 大家要冷静起来 在这些 这些 报效当中 我刚才检查台湾在这几十 2005一直到现在 这十多年来 虐待儿童的 案件是可怕的 我们说儿童是 国家的主人翁 但是我们却发现 这个社会有病 你可以找很多理由 来开拓 你所犯下的罪行 你可以说 孩子的父母太小 你可以说孩子 父母的压力太大 你说孩子的父母 没有好的受管教 所以生出来的孩子 没有去管教他们 也不懂了如何的养育孩子 你可以说孩子有病了 父母有病了 我们也知道有一些是 生产 产后忧郁症 那个妈妈可能会 做出一些 不良于婴孩的举动 但是通常 生在一边的 爸爸婆婆公公 他们会去注意 这一种 我们真的不是不能够怪 那个受了产后忧郁症 不是 真的是他的本意 要伤害自己的孩子 也有这样的案件 我曾经在我的警察生涯当中 有遇过这样的案件 你看到那个妈妈 她已经是产后忧郁症了 你已经是要完全原谅她 她又 她气的时候 她狠狠地甩她的孩子 因为她不知道如何的 停止孩子的哭声 你懂婴孩长大出来的时候 她来到一个世界 来到这个人间世界 跟她在母体内 九个月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但她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的时候 她就是要哭 她失去了那个安全感 所以她要母亲 对她的怀抱 她要 你要用布 跟她包伙起来 她才觉得她好像在母腹内 的那种安全 她不认得谁是她的父亲 谁是她的母亲 谁是她的公公 是她的奶奶 她只知道 她需要安全感 如果她失去了安全感 她哭 如果她饿了 她哭 因为她过去是 喝母体内的 妈妈的营养给她的 现在她需要喝 所以我们要给她喝牛奶 我们要慢慢地 到她能够吃的时候 慢慢地给她吃一些 流制的食物 我们要看着她成长 我们要保护着她 她会哭 当她开心的时候 她知道她要笑 很多孩子很天真可爱 因为他们会笑 只有那些受虐待的孩子 他们不懂得笑 所以他们只哭 越哭越打 越哭越骂 越哭越把她拿来创墙 创地 这些成人 这些家长 已经失去了理性 是的 你可以很生气地去警察局 去叫 去 去抗议 但是 我们正在 大家在谈 法律如何的加强 这些 这些都是事后的 这些都是生命已经受伤害 生命已经被摧残 生命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我本身 看到这件事情 如果你和我冷静的话 我们是否能够加强这一方面的宣导 宣导所有的路人 不要做路人假 不要做路人乙 不要做路人饼 我们恳求所有的邻居 如果你听到隔壁的孩子 哭得很凄惨 已经不是一般的哭声 好不好 拜托 113 在新加坡是999 这是救命的电话 只要我们一通电话 我们就看到警方就会来到现场 悲剧可能就被制止 悲剧也被发现 大家真的要努力 尤其是那些亲戚朋友 你看那些小婴孩 我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我们要教育 我知道我们要教导 我知道我们要加重这些刑法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大家要提高警惕 这个警惕是很重要 是全民的运动 是全民加强打119 如果你发现了孩子受 不受保护 如果你发现孩子受伤害 打119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 我冷静了 我看了我很愤怒 冷静了一个早上到现在 我想我看到媒体所报导的 就是 事情发生了 看到这个有这个的借口 那个有那个的措辞 看到这个有这个的报导 那个有那个的报导 祖宗十八代 他的背景全部抽出来 那又如何 看到有人愤怒 有人跑到警察局 跟警察对峙 那又如何 看到大家在谈 检察官也流下眼泪 要立法 立委们可能这几天也会在国会 加强这方面的询问 咨询 那又如何 在目前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好好 你Google 你打台湾儿童受孽 四个字 台湾受孽儿童 四个字 你看到很多数据 你看到很多影片 你看到很多案例 不是今天 不是昨天 不是前天 不是三个星期 不是三个月 而是这千年来 我是一个外人 但是 我跟大家一样 我们还有人性 我们需要这样的呼吁 到目前为止 如果要加强 这方面的宣导 是很重要 保护儿童 113 我希望 电视当局能够自费的 这样的短片 刚才30秒钟 如果每一天都能够播 加强这方面的宣导 这方面加强保护儿童的宣导 鼓励大家 113 113 113 打电话 不要担心 我们知道我们的社工不够 我们知道我们的警力非常薄罗 但是 就一条生命不重要吗 这一条生命根本没有经过社会的洗礼 根本没有经过社会的经历 他就这样丧失了他宝贵的生命 因为 他来到一个人间 他的父母没有对他好 他的 保母没有对他好 他的亲戚朋友没有对他好 当发生的时候 每个人在推卸责任 我不觉得 不要谈到那些什么宗教的理由 好像这个案件大家知道的 卡到阴 所以每天晚上要打 那就是鬼上身 我们就是邪灵扶身 拜托 拜托 真的是拜托 我可以说这是迷信吗 我不是针对这个信仰 我不是针对这些民间信仰 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旋律 但是 拜托 没有打孩子 来驱魔的 真的 孩子是很无辜的 尤其这些婴孩 不懂得怎么呼喊 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面对这些 灵略 很糟糕 小兵 从 这些日子里面做了许多的影片 我在这里呼吁 我请不管蓝绿 包括上次总统 下次旅长 每一个工资人员 能够真正的 严厉的对 看待 婴孩被虐待而死的问题 一定要想办法揭发 还在发生的事情 一定要想办法拯救 每一个幼小的心灵被摧残 我感觉我拜托 既然我是韩国瑜后援会 我知道韩市长非常的忙碌 我知道韩市长非常的疲倦 但是我希望 从高雄做起 加强这一方面 宣导 帮助 揭发 拯救 这些受虐的孩童 真的希望大家 每一天注意 注意 有没有孩子 受虐 你的一通电话是非常重要的 113 今天我这个直播并没有要求现场出现 我是 私自录制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情绪会如何 我很冷静 我没有想到我很冷静 因为我已经 看了这些影片 我已经愤怒了 我已经叉叉叉了 我已经整个晚上到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 整个早上到下午 刚好我昨天的影片又谈到这个问题 我在这些日子一直看到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然后今天早上看到 这个孩子 被他失去睡的妈妈 你看到你真的是 我还没说 无缘了 无缘了 真的是无缘吗 已经死在怀抱里还会带去卡拉OK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归在这四个人身上 包括那个得失失机 那个基层失机 但是问题不是在这里的 发生了 我们是否会知道还有这样的案例在发生 是否让大家都能够觉醒 让全民都能够觉醒 都能够常常注意 周遭所发生的事情 能够保护这些孩子 求求大家 作为一个外国人 看你们 我知道我自己的国家也有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你们似乎是非常高的一个 非常高的案件发生 婴孩受孽 儿童受孽 青少年受孽 家暴 这个社会有病 很严重的病 我开播以来 最元素的就是今天 就是跟大家说 拜托 作为 韩国瑜后援会的韩粉 我拜托 我拜托韩市长 你要 加强这方面 你的属下的部门 加强目前所有的 所有的就是发生了 发现了 他113 113 保护 妇女跟儿童 我今天这个影片 特别为这些 受孽儿童 所发出的呼吁 希望这个影片 能够带给大家一个觉醒 能够提醒大家 能够关心周遭的事情 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尊严的 说我们是人 我们真的关心 这些小孩子 还给他们 人性的尊严 谢谢大家